危言烧 亚特兰大埃莫里大学竟然是传出有学生遭到电击 这画面曝光引起全美哗然 连线给国际组记者黄雨璇 一名示威者被三名远警包围压制在地 人已经无法动弹 其中一名远警却拿出电击枪朝男子电击 这一幕让现场其他示威者吓傻 不断对着远警叫骂 但一旁还有一名持枪远警没有人敢上前截止 美国大学挺拔示威继续延烧 不过在亚特兰大埃莫里大学却有示威者惨遭电击 画面曝光引起全美哗然 示威朝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开始 如今有越来越多大学生加入 但光是上周就有多达550人被逮 埃莫里大学的抗议也有28人被捕 白宫高度关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发声 但出动电击枪是否执法过大 美景暴力恐怕激起更多反对声浪 前好莱坞王牌制作人哈维温斯坦 四年前遭指控对多名女星伸出狼爪被判23年 不过纽约最高法庭认为在四年前 法院审理时采用了许多没有被列为被害人女性的证词 认定是有瑕疵的全案发回重审 2020年年近70的前好莱坞王牌制作人哈维温斯坦 因涉嫌多起信销出庭 被判23年的他如今渴望翻案 律师开心宣布好消息 纽约最高法庭以证词有瑕疵为由 将全案发回重审 温斯坦被控对多名女星伸出狼爪 四年前被定罪掀起美国MeToo运动 这波MeToo浪潮更延烧全球 温斯坦案甚至被拍成电影 指示人服刑还不到五年 竟有望翻案 消息曝光 全美哗然 全市信骚也在日本政台爆发 岐富县艾之县两位镇长 先后召开记者会双双宣布请求 艾之县东乡镇镇长遭员工电话录音 不仅惯性职场霸凌 还骚扰女员工 岐富县池田镇镇长也遭踢爆 对多达16名女员工伸出狼爪 无论是忘记了还是不想记得 镇长深陷丑闻下台才能平息众怒 TVBS新闻总和报导 回到国内要看到的是 嘉义检调追查一起诈骗案件 发现一名在台北市职业的律师 对于虚拟货币有研究 竟然担任起诈骗军师 以自身法律专业指导成员犯案 结果这位军师竟然就是立委 许巧新的大姑还有姑丈 牵扯出了案外案 桌上摆出多部笔电 平板和随身碟 还有一碟厚厚的资料 写着银行水单 嘉义检警追查一起诈骗集团案件 意外发现涉案人和国民党立委 和徐巧新大姑设诈案件有关 原本嘉义检调追查的 是一名经营房地产的基金会女董事 加入网路投资群组后 对方以投资虚拟货币和股票当诱因 实际上是诈骗 累计诈骗超过千万元 女董事发掘受骗后报警 结果发现一名在台北职业的律师 尤光德 竟然担任诈骗集团军师 以法律专业指导成员犯案 被告涉犯刑法诈骑洗钱 以及违反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 犯罪嫌疑重大 申请羁押禁件获准 而尤光德的律师生涯相当丰富 前阵子立委徐巧新大姑和孤障设诈案 以公司账户买卖太大币 被依诈骑洗钱收押 而同样对虚拟货币有研究的尤光德 就是他们的委任律师 律师遵守律师伦理 不要加入诈骑集团 造成律师形象之受损 加一检警23号 前往尤光德在台北市的住处 和律师事务所搜索 认为犯罪嫌疑重大 裁定羁押禁件 风波不停延烧 又继续烧出案外案 TVBS新闻基金亨 加一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结束为期三天的访中行程 期间拜会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但是在会后 布林肯接受CNN专访时提到 他看到北京试图要影响美国大选的证据 布林肯还说了哪一些内容 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记者张震安 好的没有错 主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结束了为期三天的访中行程 期间他拜会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讨论了多项议题 但会后布林肯接受CNN专访时 却表示美国有证据显示 北京企图影响 甚至干预美国11月的总统大选 我们先来听一下布林肯说了些什么 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is President biden was very clear about that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repeated that today in my meetings you repeated what? that any interference by China in our election is something that we're looking very carefully at and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to us we have seen generally speaking evidence of attempts to 事实上习近平和拜登 去年11月在加州旧经商会晤时 习近平就曾经承诺 不会干预美国的大选 不过当被记者问到 中国大陆是否违背了拜习会的承诺 布林肯却说总体来说 美国的确是有看到证据显示 大陆是企图试图影响 或干预美国总统的大选 虽然布林肯没有仔细说明 这些证据的内容 但他还有说有人担心 大陆和其他国家 会在具影响力的活动上 是会利用美国目前境内的 社会分歧现象 通过网军来干涉选举 北京则是一再指出 基于国内的不介入 他国内政的原则 是不会干预美国的选举 尽管布林肯在CNN访谈建制 和警告中国的意味浓厚 但这次访问是布林肯一年之内 第二不到一年之内 是第二度访问的北京 也是去年拜习会访问会后 一系列高层来往的最近一次 可见美中两国之间 是开始扩大了双边的沟通 以上主播 好 布林肯访中的行程当中 还会晤了大陆外长王毅 而且超过五个小时 双方也讨论到乌尔战争 谈了哪一些内容 要再请教正安 好的 没有错 主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昨天和中国大陆外交部长 王毅是会谈了超过五个小时 又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那根据日经亚洲报道 布林肯在会谈中重申 华府对中国提供给俄罗斯 零件制造武器的这一回事上 是深感担忧 他还指出中国大陆是机械工具 为电子产品 还有消化维纤素的最大供应者 那这些物品就是制造弹药 火箭推进剂 还有其他军民两用物品的 关键原料 那莫斯科正在使用这些物品 强化自己自身的国防工业基础 那布林肯更强调 如果没有北京的支持的话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 是难以为继 另外美国让美国担忧的 还有俄罗斯总统普钦 宣布将在5月到访中国大陆 美联社指出 俄国因为和乌克兰的战争 是日益受到经济和外交上的孤立 因此让莫斯科是越来越 依靠大陆和北韩 那为了要协助乌克兰抵御 俄军的攻击 美国除了刚刚签署立法的原屋 按还有提供射程300公里以上的 TACMS之外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又宣布 新一轮价值60亿美元 超过195亿台币 1950亿台币的军援 那这项军援交包括防空飞弹 反无人机系统和火炮弹药等 不过就在同时又传出 乌克兰内部有高层弹污 这次是乌克兰农业部长索尔斯基 他被指控涉入了一项 非法取得国土案的案件 那这个国土案的价值是700万美元 大约台币2.28亿元 那他也被了法官下令羁押 成为泽雷斯基任内首位 被列为贪污案嫌犯的内阁部长 那他遭控的案件发生 在2017年到2021年之间 是在他2022年3月 开始担任农业部长之前 他当然全盘缝热了相关的指控 也交付了6200多万元台币的 保释金额 以上主播 台北市卫生局 稽查案众多 繁重的业务也先起初走潮 更多资讯稍后回来 相关的 在台北市要买房 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 可能得省吃俭用 或者是不吃不喝才买得起 但是您能相信吗 像这样的房子 签约款付49万就能买得到 要吸引年轻人 以新一区这间房 全壮21平 建商喊出付49万 就可签约二嫁一房 个案工程期约五年 因此投期款以57个月分期付 签约后每月给5.9万 要让没办法一次付 百万投期款的年轻人 有买房机会 其实还是没有说 因为我这样的付款方式 而可以让年轻人的比例 占到一半 我还是希望说 在投期款这件事情 可以让大家的负担 大降低 所以反映在客群上来说 其实我们的客群相当平均 只是看起来吸金 其实